记者消方系台北报道,民事去年底将民事新闻台、民事第一台及民事台湾台三频道包裹,希望系统台一次买三台的授权,但台湾宽频通讯所属南桃园、北市、信河、吉原、群建等五家系统台只想买收视率高的民事新闻台,双方经历数月盘判破裂, 日前寻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MCC介入调处,5月3日临时授权到期,仍未谈出结果,今天上午五家有限电视收视户民事新闻台断讯,严重影响收视户权益,民事今发出紧急声明,先向台中市区、南桃园、新竹县及苗栗县等四个地区70余万户道歉, 之后又对台中市林嘉隆市长及桃园福正文灿市长道歉,表示因为从今天起你们有一大部分市民已经沦为台湾第二等公民, 这是由于你们地区的群建,南桃园、北市、信河及吉原等五家第四台皆隶属鸿海集团郭台明董市长, 透过荷兰商台湾宽贫公司与新加坡卖隔离公司指挥,已经开始对台湾媒体进行实质干预, 民事指出台湾宽贫公司去年初由郭台明入主后,非常迅速地于2月22日即通过NCC深意, 取得国内第三大MSO的经营管理权。 但在通过此审议案时,审查委员特别提出协同意见书,指出本案投资人明明是据中华民国搏击之自然人, 却以海外设立公司方式间接投资及管理台湾之有限电视系统,可能无法免除国家安全疑虑, 尤其投资人的鸿海集团与中国投资事业庞大,亦受中国官方控制及要挟,而影响其经营之媒体立场, 此对台湾媒体环境、言论自由及国家安全有不利之影响。 民事今发出紧急声明,要求业者改善。 民事提供